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 我知道有些唐突 但我想 你应该都听见了吧 就是希望你可以接受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意思 不是 那个英语复习资料的词带 你没听吗 词带 我丢了 丢了 不好意思啊 不过你放心 英语我已经复习得差不多了 谢谢啊 宁佑 其实有些话 别在我心里很久了 当我第一次与你擦肩而过 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或许 你注定会成为我人生中的牵绊 想直接开口向你表白 或许太唐突 想给你写情书 又觉得太含蓄 对了 所以 我把我想对你说的话 录成了一首歌 如果你能接受 请翻到避免仔细地听 姐 姐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传达士通知了我 顺利地来找你 我就带过来了 你怎么来了 妈让我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些吃的 你最爱吃的鸡红糕 好 谢谢班长 你赶紧回去吧 谢什么呀 有时候带你弟去二十堂 我请客啊 治食堂小厂 谢谢班长哥哥 我用你麻烦了 别跟我客气 班长哥哥又不是外人 姐 什么情况 别胡说了 你看姐还不好意思了 我是你姐的男朋友 我叫简红成 那 那我先去二十堂 给你们占坐啊 一会儿你们赶紧来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去哪儿 我 organizations 你希望 你应该去哪儿 还不去哪儿 你应该去哪儿 备私有所有人 是不是我 你应该去哪儿 你应该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应该去哪儿 姐 她是仇人家的孩子 你竟然和她谈恋爱 我弄死她 弟弟 你听姐姐解释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不是坏人 她们一家都是坏人 她们害死了爸爸 打了妈妈 让我得了病 这些缺乳你都忘了吗 还有我们的不是她 是她姐姐 我不管 她们一家都姓姐 我要报仇 您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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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的情况已经暂时稳定了 这段时间不要让她再受刺激 谢谢大夫 有事再叫她 弟弟 你想吃什么 姐姐给你去买一些